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次他们带来了主打年轻人的产品 吉利的宾月 宾月诞生于全新的BMA模块化架构 整个车看着非常干练 外观分普通和运动两种风格 纯黑色的logo是吉利新启用的 代表的是运动 被放在运动版的车型上 外观跟普通版车型也会做一些区分 那普通版车型还是经典的那个蓝黑色的logo 运动版车型这个后着流板尺寸很大 看起来挺帅的 我特意看了一下普通版的车型 只有一个小尾翼 没这么夸张 双边共四处的排气是运动版车型专属 而且还都是货真驾驶的真排气 别说在小型SUV这个级别里面少见了 有四处真排气的SUV就没几个 年轻人绝对巨喜欢 只不过特意听了一下它的声音 比较闷 比较低点 内饰的设计并不夸张 走的是清爽简洁的风格 优点呢 第一个就是它内饰的这种质感 倒不是说给你堆一堆特别软的材料 哪有都是软的 让你显得特别豪华 而是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金属拉丝质感的这些试板 比如说金属质感的按键 这种比较好的手感 包括它很扎实的这种阻尼 来凸显它这种精致感 另外就是配置 咱们横向对比它这些竞品 自适用远近光灯 包括自动泊车这些 是它有 而竞品们没有的 四项调节方向盘 这个单独拿出来说 因为只有四项调节的方向盘 才是能让你找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坐姿的 那两项调节方向盘 你必须要往前调 委屈你的腿来迁就这个方向盘 那对比竞品们 长安4S35 Plus 确实也有四项调节的方向盘 但是低配又变成两项了 那像什么哈佛H2S 东南DX3这些 都是两项调节方向盘 音乐它是四项调节是标配的 我觉得现在新出的新车 就应该标配这个功能才对 再来说屏幕 10.25英寸这个屏幕 整体这种触感还是非常顺滑的 另外自带4G网络 然后自带高德地图 自带一些在线听歌的软件 实现一些在线互联网的这些功能 同时它有之前咱们说过 很好用的那套就是极力的语音控制功能 包括自然语音的唤醒 自然语音的识别 语音控制都是非常好用的 这辆车的唤醒口令是你好 宾月 反还是挺零的 我就不一一演示了 同时它这个360度的全景影像 分辨率也是很高的 它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功能 就是一个3D模拟的 这么一个小的功能 对这种新手来说是一个很方便的 因为新手最不擅长的就是空间感 那通过这个3D的 你转转圈看一看 可能对你倒车或者是这个仪库的时候 会有一个更好的这么一个概念 那步足的地方两个 一个就是互联方面比较局限 像CarPlay等等这些 它都不支持 另外就是USB的位置 第一是在这个比较靠下 第二是上面这还会稍微挡着一点 所以用起来不太顺手 我建议买这个车 就是因为它两个USB都在这儿了 那你就常备一个插着一个充电线 日常用就完了 就别老经常插拔就行了 再来说说储空间 其实优点就是储空间的数量比较丰富 你看围绕着中控台这一圈 上下层都有储物格 而且侧面这还能把手机放在里面 挺棒的 但是不足的地方就是装扶手里面 比较浅 你看这还是一个小瓶的饮料呢 放在里面 这我都盖不上 所以这儿的表现不够好 音乐的轴距是2600毫米 来看看后排腿空间 我已经调好我的前排坐姿了 后排 两拳整的腿空间 那目前中国品牌主流的小型SUV 我做的话 后排大概是在一拳三四指的 这么一腿空间 所以两拳表现还不错 这双地板这个凸起确实也不高 就是纵向这个长度 我这个44号鞋是放不下去的 只能稍微插开点放在两边 后排一个USB的接口 基本上这个价位这个级别也都是一个 两个肯定会更好嘛 一人一个充电不打架 毕竟一起玩吃鸡 四排才更容易吃到鸡嘛 对吧 剩下其他的配置 比如说这个装扶手 上面带两个背座 然后装头枕 这些都没什么可挑的 这个级别里面 长安4S35 Plus 是有后排空调出风口的 那个呢 是那个车的加分项 这个车 它的加分项是 四个车窗 都是一键升降的 那这个级别里面这些竞品 基本上都是主驾驶位 或者是前排两个车窗 才能一键升降 再来说一下后备箱 常规这个空间呢 比较规整 像锚点呀 网兜啊 还有12V电源 这些它都有 后排座椅呢 也能按比例放倒 只不过放倒以后 还是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小斜坡 驾驶的部分 咱们先来说说动力系统 首先发动机 1.5T的无能增压发动机 177马力 255牛米 这个参数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横向对比 那些竞品的话 你会发现 它们的1.5T 基本在150马力 220牛米左右 官方公布的 0到100公里 每小时的加速时间 是7.9秒 那实际开着 在2000转 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动力的爆发点 之后你会感觉 整个加速力度 这种持续性 还是比较强的 那要说绝对的动力储备 在这个级别 这个价位里面 这台发动机的动力储备 真的算是 相对比较充沛的 变动箱呢 是一个7速的 湿式双离合变动箱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好多双离合变动箱 会有个通病 就是起步的时候 给你感觉 动力很闷的 这种动力的衔接 会相对来说比较慢 但是这台双离合变动箱 标定呢 就感觉整个动力传递 很直接 而且它也不会像 很多双离合的变动箱那样 就是起步的时候 轻轻踩 不怎么走 踩多了 又往前蹿的那种脚感 它就是点多少 给你多少 而且还能给你营造一些 相对比较轻快的脚感 这个表现还是挺令人满意的 只不过这次我们拍摄 是在这个南边路上 一直都没什么车 所以等未来回北京 拿到试下车了 再补充这个拥堵路况时的 体验感受 我知道很多人都很纠结 三缸发动机这件事 是这样 从大环境来说 现在对于排放的政策 和法规真的是 越来越严格了 那么一个小排量的 三缸污轮增压发动机 是车企 去达到这个节能减排要求的 一个非常直接 非常有效的解决办法之一 同时呢 也是一些传统的车企 从传统的燃油动力 逐渐过渡到这种 混合动力的一个重要基础 那么从实际表现来看 只有这种情况 就是当你在低速 且低转速加速的时候 比如转速 在两天转以下 或满提速的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 从发动机舱 传递到车里的震动 相比四缸发动机 要多了一些 更细碎的这些震动 除此以外 开起来以后 90%的时间 如果你不去刻意感受的话 这台发动机 你感觉不出来 它跟四缸发动机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悬架 前麦克逊 后扭力量 这个级别 基本都是这种结构 就别看这车 外观长得挺动感 挺运动的 但其实悬架的标定 还是走这种舒适化的取向的 能感觉调的 还是比较软的 就是大部分的电波 都能够比较柔和的 以长波的方式来过滤 但一些连续的 相对大一些的电波 会感觉后段 稍微有一点点跳 转向 三种手感可调 舒适 标准和运动 这个轻重的差别挺大的 但是无论是哪种模式 中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虚位 另外就是噪音 整体表现也都还可以 那主要的噪音源 还是来自于发动机 刹车 稍微脚感会有一点点发软 整体来看 就别看这个车 外观长得那么运动 但其实内心里 走的还是舒适化的路线 滨月的执照价格 78,800到118,800 横向对比它的这些竞品 外观挺好看 动力不错 配置也挺高 那目前主流的消费群体 基本以年轻人为主了 那就像我开头说了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吉利的这一波新的产品 滨月 包括滨瑞 颜值都不差 所以其实挺期待 未来它们的市场表现 行 那这期咱们就先聊这么多 还是老样子 评论区里和贝尼伯克 都可以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聊到车 我会尽快给大家回复 当然也欢迎到微博来找我 我是陈庚 咱们下期 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